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台湾工商时报近日报道,虽然去年成熟制成晶圆厂产能利用率偏低,但随着库存、区化介入尾声、转单效应持续扩大、摆脱杀价抢单竞争等三大因素带动,今年一季度已经趋于文件,甚至略优于市场预期。 二季度利基电,世界先进、联电等成熟制成晶圆代工厂,业绩有望较一季度小幅增长。 据介绍,联电目前已提供22奈米、28奈米、ENVM和RF-Soy等特殊制程,预估今年首季特殊制程营收比重将于30%,市场看好该比重持续提升。 世界先进更是明确指出,不会参与价格战,将更专注在有竞争力的技术产能。 而利基电则以少量多样的利基产品为主,摆脱价格竞争市场。 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日前表示,全球消费电子2022年下半年起进行激烈的库存调整,至今调整时间已超过一年半之久,已逐渐进入尾声。 预期消费性电子今年将逐渐恢复,远有季节性成长步调。 方略认为,世界先进今年第一季营运达标应无问题,第二季之后渴望逐步温和复苏。 利基电董事长黄仲仁也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技术限制,对于台厂来说是弊多。 很多厂商在中国投产,可能需要第二供应商来源,或是因为要供应美国客户,所以需要移转到台湾制造。 这些情况已可见慢慢发酵中,原先在中国释出代工订单的客户,已经陆续把订单转出来了。 对于转单的情况,世界先进也同样指出,今年以来确实感受到国际客户订单出现转单。 黄仲仁还估计,原先下在中国的代工订单会有一半需要转出,这会让利基电受益。 因此,看好利基电第二季以后,营运逐渐加温,并且对利基电下半年非常有信心。 市场原本对今年成熟制成晶圆代工看法保守,但近期库存去化、转单扩大及摆脱沙价,成为外界关注的三大重点。 在市况逐渐回稳之后,业界普遍看好成熟制成厂第二季渴望小幅回稳,下半年将更显著。 投资机构预期,世界先进第二季营收将计增高,各位数字低双位数成长,并看好联电第二季营收也将是计增表现。 另外,台积电近日宣布,将赤资65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两座晶圆厂,以满足辉达等客户对人工智能晶片日益增长的需求。 美国政府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台积电提供了66亿美元的补助和高达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然而,这仍然不足以吸引台积电将其最先进的晶片生产技术完全转移到美国。 根据台积电的计划,亚利桑那州新工厂将于2028年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届时这一技术有望成为全球最先进的量产技术。 台积电还透露将在当地设立第三座晶圆厂,生产2奈米晶片。 不过,AI晶片生产所需的先进封装工艺仍将主要在亚洲进行,美国能否真正实现晶片制造自主仍存在不确定性。 封装是指将各种逻辑和记忆体组件组装集成为复杂晶片设备的过程。 目前,这一关键工艺主要由台积电在台湾完成。 据媒体最新报道,尽管台积电计划在美国新工厂已入部分封装工序,但由于产能规模有限等原因,并未表现出在美国建立先进封装工厂的意愿。 相比之下,台积电的韩国竞争对手更为积极。 4月,SK海力士宣布,将在美国印第安大洲建立一家先进封装工厂,生产高频宽记忆体晶片HBM。 三星也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座先进封装工厂。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曾表示,随着台积电等企业在美投资的深入,美国有望到2030年生产全球20%的尖端晶片。 但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先进封装等关键工艺的支持,这一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对此,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本土半导体组装和测试企业AMCAR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其美国工厂项目比台积电晚一年完成。 但该公司能否完全满足挥达等客户的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它缺乏制造用于连接逻辑和记忆体部件的关键封装组件的能力。 台积电欧亚业务资深副总经理侯永青近日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优势在于是全球化,各地共同打造半导体完整生态系,不仅基础完备,产学研合作紧密,成就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方。 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想发展自主半导体产业,但要筹建与台湾相近的半导体生态链并不容易。 侯永青强调,现在AI蓬勃发展,但半导体是AI的基本载具,必须有更强大的运算晶片,才能驱促AI未来发展。 未来十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项材料可以取代半导体,台湾半导体产业要维持竞争优势,唯有持续研发,技术领先才能确保竞争优势。 技术研发靠的是人才,未来的课题应是持续研发和培育人才双轨并进。 侯永青指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优势,在于从IC设计、制造、封测、材料与工具、零件等,串联出全球最有效率与进步的生态链,其他地区想筹建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台积电近三年大举争彩于两万人,不少企业贫抱怨人才被台积电吸光。 侯永青也澄清,认为产业界若只着眼在小池塘互抢人,其实对任何产业都是伤害。 他表示,做大人才库,把整个人力供应变成大水塘,才是台湾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根据供应链消息,在AMD之后,苹果、辉达、博通三家公司也开始和台积电合作,推进SOIC封装方案。 台积电正在积极提高CoOS封装产能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下一代SOIC封装方案落地投产。 CoOS全称Chip-on-Wave-on-Substrate,是一种2.5D的整合生产技术。 由COW和OS组合而来,先将晶片通过Chip-on-Wave-on-Wave-on-COW的封装制成,连接至锡晶元,再把COW晶片与基板Substrate连接,整合成CoOS。 而SOIC于2018年4月公开,是台积电基于CoOS与多晶元堆叠WOW封装技术,开发的新一代创新封装技术。 这标志着台积电已具备直接为客户生产3DIC的能力。 相较2.5D封装方案,SOIC的突快密度更高,传输速度更快,功耗更低。 AMD是台积电SOIC的首发客户。 旗下的MI300加速卡,就使用了SOIC加CoOS封装解决方案,可将不同尺寸、功能、节点的精力进行抑制整合。 目前在位于竹南的第五座封测厂,AP6生产。 最新消息称,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对SOIC封装也非常感兴趣,将采取SOIC搭配Hybrid Molding热速碳线板复合成型技术。 目前正小量试产,预计2025年至2026年量产,计划应用在Mac上。 而辉达和博通公司目前也和台积电展开合作,尝试部署SOIC封装方案。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